每年的4月22号是世界地球日 全球各地有很多的组织都会在今天举办各种能够实践环保保护的活动 那提高民众的环保意识 从而呢就从今天开始啊 香港有一项新的环保措施正式上路 当地政府规定香港所有的餐厅还有企业 不能够再为到餐厅堂食的顾客提供一次性的塑料餐具 那不管是保力楼塑料杯塑料碗碟塑料盖子 又或者是塑料吸管全都被禁止 必须要使用环保餐具 不过要是顾客打包的话就没有限制 商家呢还是可以使用和提供塑料餐具 那香港当局就说在第一阶段的管制措施当中 除了限制堂食不能用一次性的餐具之外 商家也不能免费提供塑料棉花棒牙签雨伞袋等等给顾客 而酒店方面如果住客需要用到一次性的写述用品的话 就要另外付费购买 香港政府从政策下手分阶段执行环保措施 虽然目前上路的第一阶段确实给了商家和民众 有半年的时间去适应 但也让很多人水土不服了 那首先呢当然是商家的成本问题了 要参与业者就说现在的餐厅堂食不能够用一次性餐具 必须改用环保餐具 每一套环保餐具都要提高个一到两港元 换算马币呢大概是一块多马币 这还只是保守估计哦 因为有些环保餐具他们是更加昂贵的 但好在商家说他们暂时呢 还没有把这个成本转嫁给客人的打算 反过来呢对客人来说 可能是因为习惯了一次性塑料餐具 有人现在改成要用纸汤匙来喝汤相当的不习惯啊 他们说啊我的汤都还没有喝完 整个纸汤匙都已经软了 还有人用木汤匙来喝粥的时候也是闹出了笑话 是吃得非常的痛苦的 那话说早前有一名香港的女网友就分享 她在餐厅吃粥的时候 一位环保的木汤匙又细又扁 害她每次呢都只能咬到一点点的粥来吃 让她吃得又麻烦又痛苦 那一碗粥到底是要吃到什么时候啊 女网友还调侃自己 这样的木汤匙其实比较适合拿来挖雪糕 应该不是吃粥用的 结果还引来其他网友留言 突破茫长的告诉她 那既然这个木汤匙这么难用 你不如直接就把碗捧起来 直接倒进嘴里 这样感觉还比较快啊 那当然新政策上路的时候 肯定都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的了哈 但问题是呢 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餐具 改用号称更加环保的纸和木质餐具 真的就能够解决问题 还是说它其实是制造了更大的问题呢 在香港社交媒体上就有网友翻出 早前比利时大学曾经有一项 针对他们找到市面上其中20款纸吸管 所做的研究就发现 有90%的止吸管的样本当中啊 都被检验出化学物质 PFAS 中文名字呢 叫做全服或者多服 丸基物质 那报道也提到 这个研究团队就说啊 在止吸管中发现的 PFAS化学物质 虽然浓度也不是很高 但是如果长期接触的话 甚至有可能在人体内囤积 不排除会更容易让人患上肾癌 卵巢癌 还有睾丸癌等等的癌症 严重的话 还有可能会影响胎儿发育哦 所以研究团队就建议 为了不影响身体健康 平时大家在喝饮料的时候 如果可以的话 就不用吸管 那就不要用吧 要是必须使用吸管的话 或许可以自己随身准备不锈钢的吸管 这样不只可以重复使用 而且也更环保 可能还可以剔除掉一些健康的担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